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般 真正要转化成为养分的时候 你要问你自己在发生的时候 我要怎么来处理 我要怎么来面对它 让我在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不会又再陷入同样的结果 或者是说呢 我有更多的力量 让我自己从那个困境中拔除出来 这样才是把淤泥转成养分 两个步骤 第一个你一定要 啊 送金好好啊 讲得很好 那是金是金 你是你 你要把 你要把金里面讲的当镜子来看看 是不是在我身上有发生 三界火柴 三车牛柴 我可以告诉主委 常常在我们身上发生 先去想 有吗 是哪些情况 就是像这个三界火柴 三车牛车一样 先去看 看到 你没看到你怎么改变你的人生呢 你的人生就叫随波逐流 完全没有自主性 完全你不是你的主人 完全是习性 轮回的业力 把你牵扯的走 当你去看到 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生命才开始有了一线曙光 有了转机 你从里面看到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在发生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就是你 这个时候就是你 来确定 你佛法的知见正不正确 你的知见 观点 心态正不正确 然后 你会不会用佛法 是不是佛法用得上 我知道的佛法 是什么 佛法怎么来面对 处理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是下一步 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 你用不用得上 用得对不对 那个就是在实践佛法 一定要有这个过程 污泥才会转变成为养分 没有这个过程 佛法 就是供在那里的经 听听YouTube 跟听唱歌有什么不同 唱歌你还会唱 经也还背不出来 对不对 要这样学 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佛 这样学佛才会改变我们 知道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 它是有它的意义在里头的 今天我们时间真的不够 所以没有机会让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希望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去学佛读经的一个态度 就是这个方式 接着是信节品 信节品就是跟须福提拉 摩赫加瑟拉 加三岩 穆建年 讲到三界火宅的辟喻 知道了 就理解到佛出于我们这世间 他的目的 真正的用意 就是在开三显一 就开三条方便的路 就是声闻原觉菩萨 然后真正要显现 最后告诉大家的 全部都是归于一佛圣 是归于会归于一佛圣 接着这四大声闻弟子 他们就要灵解 他们了解了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 就要说给佛陀听 他们说 他们也用一个比喻 叫长者穷子欲 有听过吗 有吗 有的人我们哪个人来简单 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这个长者就是佛 穷子就是佛子 朱迪斯姐来跟 太棒了 大家来 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长者穷子欲的话 长者穷子欲 就是说 有一个人 他小时候 离家出走了 然后走了以后呢 流落各方 变成了一个乞丐 他自己也忘了 他自己的身份 忘了他自己是谁 有一天他的父亲 因为找他都找不到 所以很难过 然后父亲想说 我家财万贯 但是没有人来继承 就正在想的时候 这个乞丐呢 因为他流落各方 他就出现在 他父亲的这个城里 那父亲看到他 当然很高兴 一下就认出他来了 但这个孩子 已经忘了他是谁了 只记得他只是一个穷乞丐 然后父亲 因为非常的豪富 所以这个穷子就想说 我这样身份的人 我还是离开好了 不配这个地方 结果父亲因为发现 他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赶快叫 左右的侍从 把他找回来 但是这个孩子 在跑的时候呢 以为他们是要把他抓来 可能要置他于死地 所以居然昏倒了 然后这个父亲呢 就让这个侍从 把他拨了水以后 让他醒过来 醒过来说放他走吧 然后呢 他走了之后呢 父亲就遣 他自己其他的侍从 他们长得丑陋 或是长得没有威德 然后跟着他 就想说 你大概是要找工作吧 所以让他回到 这个长者的家中来工作 但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就让他做所谓除份 可能就是打扫的工作 让他配合他的身份 然后慢慢地 这个不但这个旁边的侍从 跟他的身份相配 甚至这个长者呢 他也化成一个 好像并不是非常豪富的 那个人的样子 然后逐渐地让他 一步一步地去做 其他的工作 甚至管理他的财物 让他熟悉 所以这个 也跟这个孩子讲说 你以后就叫我爸爸 你就是我的孩子 等到这个长者 终于他要去世的时候呢 他就把大家 召集在他的家里 然后跟所有的人讲说 这就是我的孩子 他忘记了他是谁 但是他的确就是我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呢 因为父亲认了他的关系 他也知道说 事实上他只要回了家 他就不是乞丐了 所以这是长者穷子欲 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你讲得好详细 连拨水把他弄醒了 都在这个细节 都讲得很好 那其实他这个里面 就是讲说 他虽然是佛子 但是他已经忘记了 他认不得他的父亲 但是他的父亲认得了他的孩子 就像佛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佛子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认不得佛 要听闻佛法 我们今天还很幸运 有机会听闻佛法 知道有佛 别的人不见得 是不是 然后 他那当初 他就到了那个 到他的家里以后呢 他其实看到那么大的富富人家 然后旁边很威武 又有那些侍从 那些高官 他觉得 哇 这个 他心里就没有安全感了 因为自残行贿 到那些 就是好像一个 好像觉得自己不配 然后不知道要进去 要怎么样 放自己的手脚 好像都手足无措 那个样子 他就走 他那个时候呢 到那里的时候 经典上是讲 他已经在外面流浪了 不知道几十年 已经五十多岁了 五十多岁了 然后他呢 就是他不昏倒了吗 就把他剖醒了 就让他走了 之后呢 他又叫他两个仆人 也是化妆成那个 穿的衣服破破烂烂 脸上也脏脏的 就是跟他同类 让他没有防备心 让他觉得说 你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这边要记得 我们今天跟人家 分享佛法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 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 我比你懂 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这样 没有办法帮助众生的 你要 为什么 为什么佛 这么高 为什么师父 境界这么高 师父从来没有 以高高在上的 那个态度来对我们呢 为什么师父给我们的感觉 是这么平易近人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才会亲近他 所以他就叫那两个人 跟他一样 然后呢 因为他自己心性 比较拙劣 所以进来呢 他不敢去 去清扫 他们的大殿 去清扫 他的主人的卧房 去 去碰触 金银财宝的地方 因为他这一生 没碰过嘛 所以只能叫他 他自己生活里面 碰到比较多 熟悉的 就是那些 比较脏乱 比较不干净的地方 比较污秽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在那样的 环境里面熟悉了 所以就叫他 去清扫厕所 清除粉 那他也很 很实实在在的 做了二十年 做了二十年呢 他就在这二十年以后 观察 就是什么地方 再可以调教他 让他再进步 所以到后来呢 他自己也穿了那个 破破烂烂的衣服 也背了那个 扫厕所的工具 去经营他的 然后先跟他讲 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他讲 你在这边安心好好做 不要担心你的饮食 你需要你的柴米油盐 什么什么 我这边通通会给你 你就安心的在这边做 让他进到我们道场来 这位菩萨 他觉得我们 大家是接受他的 不是排斥他的 不是在批判他 评论他的 在瞧他的 或什么 他会安心留在这边学佛 如果他今天 进到我们这个地方 他心里是不安的 他觉得他 你们可能 他比不上你们 你们可能嫌他什么 他不会来了 然后呢 这样做了二十年 他看看他慢慢慢慢 是在富人 富家 大门大户 里面饮食用品 都是那么昂贵的 他慢慢慢慢 不再觉得 这个是跟他 完全遥不可及 根本不是他的东西 以后他慢慢能够接受 那时候他就说 那我里面一些地方 一些门 还是一些什么 你就慢慢学习来 但因为他看了 看了多 比较好的东西 比较怎么昂贵的 还是什么 有那些进出的 看到了 他慢慢慢慢 有了一点接触 然后你叫他 再去接触 管那些东西的时候 是OK的 要不然你一开始 他还在扫厕所阶段 你叫他去管那些东西 他就 我做不来的 这不是我做的 对不对 所以他都要 非常有耐心的 然后要 他在观察 他现在的性 调到什么样 他可以接受到什么样 我这时候 给他一些什么东西 他可以吸收 他不是吃了不消化 他不会 不是吃了起反感 他不是吃了以后拒绝的 然后你再给他 又这样才过了二十年 然后长者要去世的时候 然后呢 他把所有当地的那些 那个绅士啊 全部人找来 这个是我的儿子 那时候讲了说 他这个儿子 已经有了 这个承担了 已经成熟了 可以担起这个家业了 所以就是循序渐进 要一直到那样 所以诸位来做义工 我相信我们常行法师 还有资深的义工都知道 接引大家来做义工 刚开始的时候 先了解 给他一点点 他慢慢能够接受了 在做的过程中 大家也要帮助他 这个事情不知道 跟人家互动有关系 怎么互动 跟哪一组 又是怎么样 要带着他 慢慢慢慢 他熟悉了解 知道我们的文化 然后他的家庭 他的工作 都可以兼顾了 他也愿意再承担一些 我们再给他一些 他就会慢慢慢慢成长 菩萨道是如此 做义工也是如此 义工就是菩萨道 就是菩萨道的时间 这样可以 大家了解了吗 所以我们都要 从每个故事里面 去了解这个故事 真正要传递 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 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好 性结品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开始有进度了 好 第五品是药草 药药玉品 那这里面呢 是三周说法 就是述成 这个述成呢 就是佛陀 肯定 这四大声文地址 你们了解的是对的 他在讲一个 辟语品给他们听 所以就是有 有这样 说法 地址了解 然后 佛陀在印证 核对 所以他有三次的机会 彻底了解 我是不是对这个佛法了解 那在这个辟语里面呢 就有讲三朝二暮 三朝二暮是指 大小 深浅不同 根基的众生 他用这个比喻 异于普润 这个是法华经里面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句子 异于普润 天上下雨 他全部就是撒下来 没有做分别 这个就是 这个异语就是讲了 一佛圣 三圣 朴收三圣 不管你的根基大小 不管你的是 小草小木 大草大木 全部都可以吸收到这个法语 那佛所说法 就是一相一位 一相一位 好 那 我们 这个 所谓这边的一相一位 那在维摩经里头 也有类似的比喻 就是佛语一音 演说法 对不对 众生随类各得节 好 像 大家如果有参加禅期啊 那师父的禅期 师父 讲 讲 讲开示的时候 哇 大家听得好欢喜 常常有 有觉得说 哎 师父讲了 就是在讲我呢 我心里面想要问的 我心里现在困惑了那个地方 师父就解答出来了 可是很奇妙的 我们那个禅期里面 就是七八十个人一起 禅期整个结束以后 大家在分享佛法的时候 大家吸收到 提出来的 可能不见得完全相同 这个就是这里面讲的 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节 按照你自己的根性 习性 习气 你的心量的大小 你承受 纳受的法 是什么 好 这边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三朝二暮的这个比喻 那个太虚大师 圣言法师 还有一位日本的学者 何春孝昭 何春孝昭 他有写了一本 《法华经概说》 一本薄薄的 但是那一本呢 虽然很薄 是写得非常好 他把每一品的纲要 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会让你整个 对《法华经》的一个架构 还有一个梗概纲要 非常清楚地讲出来 那本书相当相当好 那他是 板田信南的得意门生 那这边呢 太虚大师呢 他的三朝二暮 他的小草是指人天圣 中草呢 就是生文独厥 大草是菩萨圣 小树呢 是出地到七地的菩萨 已经是地上的菩萨了 大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那我们的师父呢 他的小草是属于人 中草是天 大草呢 是指二圣生文圆绝 小树是中根的人 然后大树是上根的人 那何春孝召这个学者呢 他的小草中草 跟师父的 说的是指的是一样的 那大小 大草小树大树 就是在 他用天台的 藏通别源 藏通别源的这个 这个分法呢 来讲藏教的菩萨圣 通教还有别教的菩萨圣 这边就是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有没有关系 有不同的分法 没有太大的关系 大概大概就知道是不同的 那这边呢 它里面重要的经文里面就讲 草木 草木丛林 朱药草 小根小金 有小枝小叶 中根中金 中枝中叶 大根大金 大枝大叶 朱树大小 随上中下 各有所受 就是一语普润 所有的草 树 树木 森林 全部都有 就都有雨水 不会说天 朴降大雨 这边呢 这块 这块 这块树林 我比较喜欢 我就下 这边的 我不太喜欢 这个树虫长的 那个叶子 我不喜欢 我不下它 那边呢 还可以下一点 这边最喜欢下很多 下雨不会这样下 它全部是普下 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 哎呦 看这么多雨 那这个小草活不了了 被淹死了 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哎呀 这个这个中的 不用担心 大家会随它自己根性 吸收到 它所需要的 这个就是 佛法的 好 佛法的妙 讲到的 真实法 那虽然一地所生 虽然都是长在那块地 却有 长的大小不同 种类不同的草木 虽然有差别 但是呢 朴降法语 是偷平等的 那这边呢 也是给我们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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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反观的机会 那像我们一般人 都是 那个 对家里的很多照顾 一样 都照顾一点 跟我比较长得像的人 习性比较像的人 我就都照顾一点 跟我长得不太一样 跟我差别很大的 就少一点 那对有一些人 那个 根本就不需要去 去跟他有太多的接触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 那像这个呢 就有所谓的 尊卑 亲疏 远近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性 那 其实除了人以外啦 像动物啦 还有其他的啦 我们今天生活的 自然环境的条件 也是我们应该 都要照顾到他 那 这个怎么呢 怎么来做呢 这个就是我们 在教 佛法里面讲的慈悲 是平等 普遍的慈悲 不因为今天我对他 个人的一个喜好 我多给他一点 少给他一点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对象 他是需要帮助的 然后我也有这个力量帮助他 那我们就尽量去帮助 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意识到 今天我的心念里面 有在做一个这样衡量比较 因为我喜欢他 或我不喜欢他 我对他的帮助 有所改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让你自己去反观 反观 来关照自己 把自己这种分别心 把它淡化一点 这样我们就在学习 平等心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自己的分别心 变得小一点 这个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可以做到的 可以 前几天 前几天 我们在那边 产作共修 蛮好玩的 就是我们在温哥华市 有一个新的一个道场 也是小的 不大 那我们就是 产作共修 那边现在目前就有产修 那他们就有人来 那西方人来 都是新人 跟我们不认识的 那那天呢 我们就在开市 在分享 他就说 他很诚实 很可爱 他说呢 像那些 homeless的人啊 他会觉得很可怜 会要帮助他们 给他一些食物 可是呢 他如果走近给他呢 他说那个homeless 身上如果是臭的 他就会转身掉 臭 他就很可爱 他就直接这样 他就是受不了 他就是没有办法 但是他也知道 这是不好的 因为他也在 学佛修行 那碰到这种怎么办呢 第一个他知道啊 他知道他有这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他知道 他是不好的 不应该这样 对不对 而且说不定就是因为 那个人身上臭 所以他 越要不到食物 对不对 更需要食物 像这种 你就可以帮自己 去转变念头嘛 他可能 更不容易要到食物 可能会更饥饿 癌色了这久 你那时候可能就要 如果想到这个 就转变念头 那刚开始可能不容易呢 你可能就先屏住呼吸 屏住个三十秒给他 做了一次 没有很难嘛 我还是 还是可以呼吸啊 没有呼不过来啊 第二次再做的时候 又更OK了 以后呢 慢慢慢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对自己啊 要调柔我们自己 要教导我们自己 也是有方便法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 学佛的过程 那当然 我觉得那个菩萨也 非常可爱 因为他就是这么坦诚的讲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 大家一起学佛 真的是很难得 很难的因缘 而且像现在 你们的安排 也是每堂课 都是同样的人 大家慢慢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因为讨论 因为不了解不一样 讨论中间 别人会帮你的 想法厘清观念 慢慢慢慢 就会有了一些道情 是建立在佛法修行上的道情 慢慢呢 你也会生活中运用的事情 你怎么运用 运用不好的 你也会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听听看大家 这个就是一个和乐的团体 就是一个真正 修学佛法的团体 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亲近 在这边也祝福大家 刚才我们有讲 异于普认 对不对 所有的世界 天人 阿修罗 就像云 遍布 然后下的雨 覆盖三千大千世界 令 未度的人 能够得度 令 没有 了解 的人 能够了解 让那些 不能心安的人 能够心安 让那些 还没有进入涅槃的人 能够得到涅槃 这个呢 就是依照他的 根性 他的特质 他所需要的 来让他 接受这个 徐水的滋润 各得生长 度 解 安 涅槃 这就是讲 每个人在 不同的一个阶段 他的需要 所以 不用担心 太多了 他承受不了 他就会 吸收 刚刚好 他所需要的 就可以得到 得到 得到一个 解脱 得到一个 出 出路 那也就是说 佛法里面 虽然 虽然 就是说 我们有讲 五圣共法 有 人天圣 有 圆觉 身文圣 虽然 他们都是 并不是最究竟的 但是呢 人天善法 还是成佛的基础 也是从小草 我们也是从小草 慢慢长大的 对不对 小草 自己 一只草 在那边 大概存活的机会 不大 对不对 随便人家风吹雨打 哪个动物 跑过去 这个小草就不行 可是你 一群小草 一片小草在那边 即便这根草枯了 但是因为旁边的力量 这个小草又会再生长出来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团体 我们为什么要共学 大家一起学 那个力量才会大 一片土地上 只有一只树 好孤单 那个树绝对不会长得很好 全部一片生命的时候 多美 而且每棵树都长得很好 好 每个人都会很快乐的生长 像温哥华那边 那边树林好漂亮 那有些树15层楼高 还很多 对 对 150 150英尺 遍地 而且长得非常的直 而且它种类很多 有高有低有矮 然后现在的时候非常漂亮 一片是绿 但是那个绿色非常多彩多姿 不同的绿色 然后整个长得好和谐 融入一片 我们学佛就要这样 我们学佛就要这样 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同餐导友 每个人 然后我们是一片大的 非常丰润的 非常翠绿的一个树林 然后当我们慢慢这样大的时候 有更多的小草 有更多的植物会在里面生存 甚至动物也在里面得到安息 好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这句话是师父说的 正人说法 能使邪法变为正法 邪人说法 正法也会变成邪法 这其实没有 好笑 这一点要注意 你看我们现在 特别是 现在佛教在美国 已经普遍了 对不对 非常普遍 佛教的名词 佛教的修行 禅修 常常给人家拿去 请问他们有没有 讲的是佛法吗 讲的是正法吗 还是引用 分辨一些 大家要学会去了解 学会去判断 全会去判别 那这个正人邪人是什么 执见 你走的是佛道吗 还是你走的是什么道 最一点很重要 我们的那个目标是对的 你走的就是正法 所以我们要学 一定要学最好 最究竟的佛道 佛法 站在佛法 正法的立场来讲 一切法都是佛法 对不对 但如果站在外道的立场 即使说的是佛法的名相 终究也是变成外道邪法 所以这一点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 我相信大家 特别在这边 美国 现在佛教越来越多 好多 一下出来说 他是什么 三四十年的祖师 三十年的祖师 怎么突然 大家都变三四十年的祖师了 十年前的那个杂志翻起来 还没有几个人说 他是二三十年的祖师 怎么现在 你现在三四十年 你十年前 你不早就是二三十年的祖师吗 什么都没有看到 当然了 就再了解一下 他到底是教了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法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边的现象 非常非常普及 那好像讲的都是 也是佛法的名词 因果啦 因缘啦 mindfulness啦 都是佛法的名相 他也教你打坐 也教你体验呼吸 也教你熟悉 甚至 甚至 一些东西 他也做的样子 什么都一样 但是他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他的内涵是什么 要弄清楚 是跟佛法一致的 还是跟佛法相违背的 跟佛法相违背的 就不是佛法 如果他里面讲的 跟三法印相违背 三法印是什么 好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的佛法里面 没有 肯定 所有的人 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都有成佛的种子 佛性在 他也是 有问题 就像现在 我们整个人类 通通里面都有讲 特别现在是 世界走极端话 对不对 有一些 人的做法 还有一些 讲的话 还有甚至呢 一些宗教里面 他们讲的那些东西 如果跟我们 今天 法华经讲的不一样 他呢 就是有问题的 用这个 以这个来做标准 让我们认清 世间的真相 让我们辨别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不需要 人家来告诉你 什么对 错 不需要 Donald Trump 来告诉你 什么对 错 佛法 经典 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 或错 而且 当我们常常 这样思维的时候 我们的政治界 会越来越清楚 清楚到 今天 邪知邪见 没有办法动摇你 这点很重要 因为呢 可能有一天 你需要 站起来 告诉人家 佛法 不是这样说的 佛法 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会 可能都会有机会 要来 护持佛法 弘扬佛法 这个呢 需要 需要勇气 需要大部位的勇气 第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 要很清楚 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非佛法 你才会 很清楚 不容易被世间的 那些 现象 所迷惑 这个也是我们 学佛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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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 一个原因 对不对 要 对世间的现象 是清楚的 知道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学的 好 可以吗 所以不要一听到 人家讲的 听起来好像都是 他就讲了佛法 不一定 要再去了解一下 好 好 第三个 是讲 一相 一位 前面我们就要再讲了 如来说法 一相 一位 所谓 解脱相 离相 灭相 这个 所谓的 一相 一位 一相 就是讲的 解脱相 离相 灭相 都会 让我们 能够 究竟达到 一切 种制 就是佛制 佛法 一位 就是 解脱 涅槃位 好 那 刚才我们有讲 解脱相 真正的解脱 是从生死 烦恼中 得自在 对不对 即便在 需要在生死 之中来去 也不会受 生死的烦恼 所困扰 不会贪恋生死 也不会畏惧生死 也不会害怕生死 这个才是真正的 解脱 涅槃相 这个是 大圣的 涅槃解脱相 那离相呢 就是讲 不执着一切法相 离有相 也离空相 也就是金刚经 讲的 什么 我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离有相 但是也不要 落入空相 落入空相 是不是也是直 有直嘛 有执着 所以离有 离空 那 真正呢 最究竟的 就离相呢 也就是 能够实正 实如是 里面讲的 如是相 好 到一切 总之 那 这个一位 就是解脱 涅槃位 前面也跟大家 讲说了 好 这边呢 又在大家 帮大家整理一下了 一相 一位 一相呢 他有三个 讲解脱相 离相 灭相 一位 太虚大师呢 他讲了一相 叫 真如相 因为他是从 如来障 还有 唯世的 唯世的观点 来 产阳 解释 法华经 那我们师父呢 一相 是 实相 无相 好 那 解脱相呢 这边 太虚大师 是讲 离烦恼 障 离相 是离所知障 灭相 就是离开 两种生死 就是便衣生死 跟分段生死 那师父呢 这边 解脱相 是解脱 生死 烦恼 离相呢 是离开 有相 跟空相 灭相呢 就是 实证呢 实法界的 实无事相 一位呢 太虚大师 是讲无漏位 师父是讲解脱位 师父呢 这本书里面 所提到了 非常多 一相 一位 讲的就是实相 无相 跟解脱位 一相 一位 就是无相 的解脱位 简单的来说 这边是 帮大家 整理一下 好 那 最后 这药草品的 小节呢 就是 佛说法 是平等 说 就像 一位 刚才我们讲 是什么位 解脱位 大圣的解脱 普降法语 就是这个 大圣解脱的 法语 法位 普认众生 那众生 随他的根性 随他 现在的一个状况 所吸收到的 与 雨水 是不同的 就像草木 在森林中的草木 各取所需的水量 然后呢 自己能够生长 生长得非常好 那 佛 普降雨的时候 是以平等心 普遍的 给予大众 那佛以 这个比喻呢 来 用这样的 种种的言词 来 讲述的 就是 一法 这一法是什么 就是佛圣的法 最高的 好 就是三圣 归一佛圣 最究竟的佛圣 好 好 现在我们进入 第六品 受祭品 受祭品 给谁受祭啊 我们现在讲到哪一周 辟说周 对不对 辟说周是主要讲给谁听 对 好 你们都有在听 没有睡觉 为什么要有受祭 受祭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对 就像现代的人 修行到了一个什么体验 就很想要找个师傅来应可 当然了 那个受祭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不是不等同的 差很多 好 那因为呢 如果佛之前 一直都在讲 讲这个佛法是什么 讲这个教是什么 教理是什么 教义是什么 如果没有 没有任何人有证悟的一个证明 得到 因为听闻你这个佛法 他得到证悟 得到彻悟 这个法就不够圆满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让这些在与会的人能够生起信心 原来你这么说 照着你这样修行 是可以成佛的 他看到了这个结果 他就会对这个法起的一个信心 所以在事理上 法华经是特别的完备 因为我们其他经典都是佛说说说说什么 你到阿弥陀佛的国土就怎么样怎么样 他只是告诉你 他没有像法华经这么事理的完备 一步一步的接引你 让你知道 然后你怎么修 最后你会得到什么果 所以在事 在理上面 都非常圆满的呈现给你了 所以法华经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其他没有其他的经典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法华经的特别优异的地方 这边受祭品里面非常重要的 身佛平等 身是什么 众生 众生跟佛是平等的 众生有成佛的潜能 就我刚刚有讲 如来藏中常如来 如来藏就是什么 就是佛性 就是我们的自信 从这个立场来讲 众生跟佛是平等的 虽然以前种种 但是只要我们入了一佛圣 就可以成佛 无论你以前是身文元解 你只要入了佛圣 就可以成佛 第二非常重要 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要成佛 很明确的知道 我今天来这边学佛 我就是为了将来要成佛 不为其他 为其他就错了 你损失可大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多听闻一天的佛法 就是要让我们成佛的资良 更具足 让我们成佛的信心更具足 让我们成佛的愿心 更宏大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来学佛的一个目的 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 佛 今天法华经一直佛在告诉我们 就在拱不但地打强心针 大肆可以成佛的 大肆可以成佛的 然后第三点 就是生起这个信心 生起这个信心 你看到有其他这样的人都可以成佛 清楚确定 你的成佛之路是这样走的 是这样一条的 这边也就是稍微讲一下 成佛就是学佛 修行 当然我们所有做的事情 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像大家 有的人做早课 做晚课 打坐 诵经 念佛 这些都是都很好 都是修行 那这些的修行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有向的修行 我们学什么东西 一定要从有向有实体的开始做 要不然你完全都没有向无向 你怎么修 对不对 一定要从有向的入手 但是从有向的入手以后 我们还要进一步 进入更深的一层 那个呢 比如说 看经过我打坐 经过我修行 经过听闻佛法 我这个人有没有改变 我的观念有没有改变 我的观念有没有更正确 我的心量有没有更大 我的心是不是更慈悲 我对人事物处理的方法 是不是更圆融 更慈悲 更少伤害人 这个才是自己要去看 要去评 评估自己学佛的 学佛的那个进程 所以师父跟我们讲 讲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你知道你自己学佛有没有进步 你怎么知道你学佛有没有学对 方法用对 你怎么来看 自我可以检视 看看自己烦恼有没有减少 看看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别人有没有更快乐 别人有没有更喜欢跟你相处 在一起 有没有更多的人喜欢接近你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我们都要多用慈悲心 跟自己 我要有智慧 不要把它用反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 除了有善知识 有良师益友 自己也要来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我的一个衡量 看自己学佛有没有学对 方向有没有作对 好 受祭呢 就是受与将来成佛的一个纪别 也是一个证明 那像其他的经里面 大波涅槃经里面 那里面呢 也有为阿异多菩萨受祭 就是我们的未来的弥勒 让其他成佛因缘 尚未成熟的有努力的方向 不要因为你觉得 哎呀 这个人 这个老师跟他讲 他老是不会感 习气这么重 让这么多人起烦恼 哎 不要理他了 不要说这是什么 他现在的因缘还没有成熟 我们不能放弃他 不能不理他 他还是将来会成佛 然后我们还是要照顾他 然后看在适当的时机 帮助他 这个就是在练我们的什么 心量跟慈悲心 当我们这么对待别人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自己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就是自己帮助自己 好 这边呢 法华经的受祭 在这边给大家整理一下 辟一品的时候 就受祭的对象是摄利佛 然后我们现在第六品的受祭 就是中根的四大声闻 好 第八品 五百地子受祭品 就是以妇罗纳 妇罗纳是佛地子里面的说法第一 他不止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是说法第一 那之前的无量诸佛 未来的无量诸佛里头 他也是说法第一的地子 到各处去弘扬佛法 以他为首 乔成如 就是世尊第一个度的 就是僧团里面的第一个出家 种比丘 乔成如 还有其他五百地子 第九品 受有学无学人 无学人就是已经证阿罗汉了 阿罗汉之前的三国 以前的都是还是有学的人 以阿难为首 阿难那时候还没有证阿罗汉 罗后罗是证了阿罗汉 所以有学无学 他们两个人为首 还有其他两千人 也受计了 就是证 出国二国三国人 通通受计了 那第十品的时候 法师品 讲无种法师 无品法师 通通有一个走的受计 你今天只要书写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动未来都成佛 这个门开得多广大 开得多广大 然后第十二品 犯了那个 五逆重罪的提婆达多 还有处女 就是龙女 也立即 立即当身成佛 连犯了五逆重罪 提婆达多的故事 大家知道吗 他死的时候 直接掉到地狱里头 地上裂开一个大风 直接掉了 因为他出佛生血 然后又破合合身 又打死阿罗汉 所以他死的时候 地狱离开 直接整个掉下去 哇 这个音效效果 配合得真好 他就直接入地 即便是这样 他后来还成佛了 佛陀还给他受计了 我们都比他好 对不对 然后第十三 是劝慈品 这个是乔坛 还有耶稣陀罗 这个就是佛陀的姨母 就是他亲生母亲的妹妹 他的姨母 后来带着他的 还有耶稣陀罗 就是他的妻子 那时候他还是王子 没有出家前的妻子 连女众 还有他们的那些宫女 那些全部都成佛了 哇 欢喜 全部都成佛了 我们也有份 我们也会成佛了 对不对 好 受计品呢 他的妖子 受计 什么 什么叫受计 受计的内容是什么 包括这些是什么 他有包括六个元素 第一个 就行因 没有成佛前 他的修行是什么 就成为他成佛的因 得果 果是什么 佛果 正的佛 然后得佛 正佛到成佛的时候 他的佛叫什么名 刚才有在问说 你 好 可能是下面 然后佛名是什么 我们佛有好多 对不对 八十八佛的时候 念很多佛名 有没有 有没有人做八十八佛 好 很多佛的名 那跟什么 跟自己的愿力有关系 所以刚才问 你的别愿是什么 通愿 大家都知道嘛 就四红四愿嘛 对不对 别愿呢 可能是你 这一身 在你因地 做菩萨行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触发了你什么 你很想要完成什么 很想要解救什么 很想要帮助什么 那个就是你 别愿 一个心愿 这个很重要 你有这个愿的时候呢 那个种子出来了 你将来就是会往那个方向 去努力 去贯彻 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 你想要做什么 一年里头 你也许有个计划 我今年想要做什么 然后你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努力 去完成 那结因 那个结明 佛 这个尊佛 注释的时候 他的国土叫什么名字 他叫什么 结 寿命 佛在世的佛寿有多长 然后正法注释有多少时间 向法注释有多少时间 都讲得清清楚楚 实如是 里面 这些都包括在里头 对不对 因缘果报啊 我们刚刚不是在学吗 那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这个程度 大家还没有办法 国境 国土严境 就是这个受祭品 受祭的内容 这里面呢 他首先 比如说像摩赫加社 他就有说 你要供养 供养供奉三百万亿诸佛的世尊 三百万亿 而且你要供养他 还要尊重他 恭敬他 赞叹这些佛 然后还要广宣这些佛无量的大法 然后最后才会成佛 然后佛名叫什么 光明如来 你要做这些 就是你的 你的音行 你要修什么行 最后来成 这些通常音行就是什么 在目前为止 我比较不足 我缺乏的 我需要 培养这样的一个资粮 累积这样的一个 得恨 我在成佛 所以这个也是 佛指出来 你现在要修什么 补足你 帮助你成佛的 这边刚刚就在讲了 对不对 摩赫加设呢 对 你要怎么样 要奉尽三百万亿诸佛世尊 要供养 恭敬 尊重 赞叹 广宣诸佛无量大法 他讲的是什么 对佛 要什么 恭敬 对不对 而且要广宣大法 这个是他的修行法门 成佛的法门 他没有说 你要去给他盖佛塔 你要点香油 你要什么 供养多少花 什么什么 每个人修行法门不一样 这个是摩赫加设的 诸位不知道将来 要修什么 行成佛 然后摩赫加设 最后他成佛 他的法名叫光明如来 他的国名叫光德国 他的节叫大庄严节 那佛寿呢 光明如来 摩赫加设 证悟了 成佛以后 他的佛寿 注释十二小节 然后呢 佛寿是十二小节 正法注释 二十小节 换句话说 他入灭以后 还有八小节 是佛法 正法注释的时候 然后二十小节过后 相法一注释 二十小节 那么长的咯 国界非常庄严 没有 那个污秽 灼恶的事情 也没有那个 瓦朔啊 荆棘啊 没有那些 不干净的东西 哇 那个地好平整 都是流离 还有很多宝树 那个绳子都是黄金做的 然后天上有宝花 然后遍地都是清净 他的国度里面的菩萨 有无量千亿 声闻众也非常非常的多 没有什么魔子 魔王 没有魔士 全部都是父持佛法 你看 每一个 每一个佛的国土 他的 他的德恨 他的 他的誓愿所成的国土 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这边呢 我们刚才不是说 受祭有六个要素 对不对 因 行因 就他必须要修什么行 才会成佛 有没有 三百万亿 要恭敬恭养 要管宣 什么 大法 诸佛的大法都要管宣 这三百万亿 所以让他在法上面 方便法呢 会非常的深入 会非常的通达 那么多的佛 然后他的什么 德果 正的佛果 叫什么 光明如来佛 对不对 有节 那个节叫什么 节音叫大庄严节 然后寿命是多少 十二小节 然后正法二十小节 相法也是二十小节 这是第五个因素 然后最后这边是 他的国土庄严 下面这一行 这个就是寿记的一个内容 是完整的寿记 法华经里面这边讲的非常的完整 不是刚才说可以给你们了 你们还要照相吗 要谢谢老师 我们的Joyce 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心无旁护的来听课 OK 现在四点十一分 这一题 本来是我们今天的小组讨论 就之前我们刚刚不有一题吗 就是大家发了什么别愿 你的别愿是什么 你希望未来修什么形成佛 像刚才那个摩赫加瑟 他要供养 供敬 三万亿佛 然后要宣扬这三万亿佛的大法 他们的教法 他要通通学 然后要去弘扬 然后你希望将来你是修什么形 主要的修什么形 这个形是修行的形 其实是得恨 像那个摩赫加瑟 三万亿佛的那些法 他通通知道 他用三万亿法 他可以去帮助多少众生 这个就是在累积他的得恨 对不对 如果你所知道的法 是很少的 你能够度化帮助的众生 是不是也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他在存他的什么得恨质量 为什么 摩赫加瑟是苦行生 他非常严谨的 你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吗 佛托时代叫弟子去脱波 不超过七家 对不对 超过七家 你没有拖到饭 你还是回家 那他是非常严谨的人 他生活非常的严谨 而且非常自律很深 也不吃什么好的 也不怎么 那些东西 物质上的欲望非常低 他脱波的时候 他就专门去拖那些贫穷人家 因为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就是坚令 所以他们没有不失 他们这样 可是有些人 有些其他比较他脱波 他可能去想说 让那些大富人家 他们要不失比较容易 还是什么 可是摩赫加瑟他是特别这样去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性 通常非常严谨的人 自律很严 他相对的也会对人家比较严 然后他重视的是什么 法 所以他要用法来结人缘 佛为什么说他要这样修 就是他重视法 但是不要让法变成绑束他的 要让他的法去结更多的人缘 去得化 度化更多的人 这个就是他成佛的阴行 佛已经指出来了 为什么 佛经上没有一句话是废话 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话 是我们不懂 所以诸位将来希望修什么心来成佛 好 第二题 你希望成什么佛 你叫什么佛名 你的佛土 国名是什么 这个可以啊 一切众生喜见佛啊 一切众生欢喜佛啊 多好啊 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不好 我们今天上课的部分到这边 这两题大家来讨论好不好 然后你们呢 如果今天有纸有带笔记 你把你的佛名叫什么写下来 你的佛土 佛土的国名是写什么 写下来 你要修什么行 主要修行是成 是什么行 你要修什么行 来作为你成佛的资粮 好不好 好 大家讨论一下 有纸把它写起来好吗